淡海轻轨绿山线公共艺术 邀请享誉国内外艺术家吉米量身打造 日前新北市长朱立伦特别和吉米 一同介绍淡海轻轨公共艺术的设置内容 并在记者会结束后开放成为小型展场 淡海轻轨所在地淡水地区是观光人潮聚集处 为了让轻轨兼具交通运输功能 又有能在国际立足的公共艺术 特别邀请吉米量身打造 淡水是北台湾的最具有历史文化的 最多历史资产的地方 来加上吉米老师的作品 我相信一定未来带给所有的乘客 甚至所有的观光客很大的一个体验 每一站都会有吉米老师的作品来展现出来 那我相信这也是吉米老师的绘本 把它立体化变成雕塑 变成立体的这个艺术品 淡海轻轨公共艺术案是吉米第一次正式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 他还为此创作了全新的故事 故事中的小女孩以不同的姿态带着乘客展开旅程 一开始的设计师第一站就是有一颗梦想的树 对 然后这个树 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梦想 一个许愿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这个帽子就会跟这个充满想象的小女孩一起去搭这个轻轨车站 所以到每一站都会有不同的想象 沿线11个站各有一个从平面图像走进立体世界的特色雕塑 是否以10比1的缩小模型展示在是否大楼一楼的东侧 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 记者沈志宏林景云新北市采访报道